立法院日前決議通過 工糧收購價格每公斤調賬五塊錢 農業部表示這並不是最佳選項 第一線的業者也認為 這恐怕會加劇倒作超產產業失衡 供給需求來說 其實是原本就不是很均衡的狀態 那假如說當工糧價格持續上漲的時候 我相信會有更多的倒農會投入生產 那未來工糧爆倉的狀況 我相信還會再次的產生 對一般民眾最直接的感受 是吃飯的價格提高了 在提高工糧收購價之後 未來我們到餐廳吃飯的時候 將會發現白米飯漲價 估計會有五到十元不等的漲幅 這對民生消費是最直接的影響 KK的議員認為 未來民眾想吃台灣米恐怕得要多掏錢 台灣米和進口米的價差再度拉大 可能會讓台灣米市場被取代 產銷失衡的狀況更加嚴重 而對外銷市場 這台灣米價格本來就高於國際糧價 工糧持續的上升 連帶影響外銷價格 應該要有更好的做法來取代工糧